主料,高筋粉155克,糖50克,猪油90克,水65克,迪金粉125克,主料,凤梨750克,冬黄1500克,白糖250克,可可粉20克,色拉油,蛋液,准备时间,10到20分钟,制作时间,两小时以上,凤梨去皮洗净切块,快撞凤梨剁成油, 用纱布包着剁碎的凤梨,用力挤掉里面的水分,用盘装着凤梨水,另有用途,挤掉水分的凤梨放一边带用,凤梨水也放一边带用,凤梨洗去皮切块丁,锅内加入适量水,倒入冬瓜丁,组织冬瓜变透明后捞起,注锅的冬瓜丁剁成油,也用纱布将冬瓜绒的水分挤掉,挤过水分的冬瓜绒放一边带用, 凤梨干锅,倒入少许凤梨水不用太多,加入白糖250克,柱绒白糖,倒入凤梨绒和冬瓜绒小火干炒至收汁,干身,黏稠,炒好的凤梨鲜,接黄金黄的,将油洗所有材料高精粉125克,糖米10克,注油25克,水65克,倒入面包机,上前面包程序, 开始拌匀,10分钟后,轴成光滑面团,拿出来盖上保鲜膜松弛半小时,等在松弛的时间里,把油酥所有材料如油65克,低金粉125克,用刮刀或手拌匀,以防止面团出筋,最好用手抓捏按压成团,盖上保鲜膜防止水分流失变干净皮, 松弛好的油酥,用刮刀分成13克的小鸡子,用手滚圆盖好保鲜膜保湿,松弛好的油皮也分成17克的小鸡子,用手滚圆,仍然记得要盖好保鲜膜保湿,松弛油皮用手按扁后,包入油酥,可用左手按住油酥,右手虎口慢慢将油皮往上推,刀全部包住油酥, 捏紧封口,封口向下放置,盖好保鲜膜,包好的油皮面团,用擀面杖擀成椭圆形,擀的时候,手法有点小注意,先压平面团,再从中间向上,将下擀开,用手轻轻卷起擀开的面团,卷成一个小圆筒状,依次全部卷好后,盖上保鲜膜松弛直到15分钟,松弛油皮重复一次擀形,擀成如图片, 将擀好的长条拌面,用高筋粉30克,可可粉20克,色拉油,一块油脱成可可面团,取少许可可面团,擀成如图长条,把可可长条码在油皮长条一头,注意不能过油皮的二段之一,然后从上面一头开始卷包,卷成如图的小卷团,取一块小卷团,用刀对半切开,取切好的一半, 用手掌的大鱼剂这个位置,对准面团中间轻压一下,用擀面杖将面团擀成圆薄片,一边沾上蛋烟,然后包入适量凤梨酥,拧好收口,扭纹如图,将包好的梅墨酥排进铺有烤纸的烤盘内,预热烤箱210度,烤25分钟即可,烹饪技巧, 一,记得每一个步骤中,面团都要随时用保鲜膜盖上以防止水分流逝,否则面皮太干,烤时容易破皮,二松弛的过程不能省略,三,最后擀平面团包线的时候,要劲薄,但又要在包的过程中不弄破皮,剥线时收口要捏紧,否则容易露线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